很多爱山车主都贴过这种图吧 想表达的意思无非就是爱山续航很差 当然也有人对后面这张图感觉很假爱山的续航怎么可能突破500呢 这不是比官方的数据都高了吗 其实这个数据取决于你最后一次开车的电耗水平 如果你跑一趟高速 下次充电基本就在450以上 而如果你又是下破路 那么破500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周末我又跑了趟杭州来回330公里 我们来看看真实的电耗水平吧 刚充完电的表显是100%的电365公里 这是一般市区行驶的标准满电显示 不要在意 在高速上保持120左右的速度 平均电耗基本是在14.5这样 下了高速走高架速度降到80到100的时候 电耗会降到14以下 一般能控制在13到13.5 这个时候你其实就能发现综合续航已经突破了460了 而且这个数字不是顺值 而是基本上就在450到460之间变化 大家看看最终回来的总里程是331公里 剩余里程是116公里 等于综合续航448公里 综合电耗13.8 剩余29的电量按照331除以71再乘100就是按照电量来算综合续航466 差距很小在18公里 考虑到电量为0那时候还能再跑5到10公里 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35L跑高速450公里随便跑40L到500也是很正常的 然后第二天充满电 我的表显续航就突破420了 所以如果你要你的表显超过400 你就去拉一下高速一定能突破的